在感情面前,谁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觉,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遇到喜欢的人,都会控制不住内心的念想,会想要去靠近对方 男人的爱会比较明显,遇到喜欢的人会表达出自己的感觉 那么对于女人来说,真心对一个人动了情,也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会不自觉地有这三种表现 1.不自觉地在别人面前提醒 女人喜欢一个人,就会把他放在心里 会时不时地想起你 尤其是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总是会不经意地提醒你 想起某件事,就会一下子想到你 一个女人有这种表现,就是发自内心的爱 而且都是无意识地就会想到你 这才是把你放在心里的表现 2.不自觉地想要拥有你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动了心,就会下意识地想要拥有你 找各种理由,机会跟你接触 会想着跟你在一起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一个女人真心喜欢你,就会想要去拥有你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尽可能地去按照你的意愿 去迁就你,靠近你 这些表现都是女人对一个男人真心动情才会有的感觉 3.不自觉地去想你,目光注视你 女人爱一个人,心思还有眼神都会放在你身上 每天都会想起你 拿起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要跟你联系 看到什么东西适合你,总是会想到留给你 所以说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爱一个男人 那么她的眼里都会是有你的影子 做什么事情都会想起你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你 这就是真爱一个人动情的表现 真心爱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对对方好 情不自禁的详情 在真爱面前,谁都无法信命 都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想念 会不自觉地有这三种感受 如果遇到这样的女人,男人们记得珍惜 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不容易